当时由16个唱杭剧的班社巡回转眼于浙江江苏上海江西等地成为江南的一大地方剧作 1961年杭州又成立了杭剧团 杭剧出现了又一个繁荣时期 涌现了断桥 貂蝉拜月 李慧娘等一批经典剧目 然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 由于历史原因 杭剧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汪夷华曾经是一名杭剧演员 也是杭剧的传承人之一 他说当时剧团解散了 演员都被安排了其他的工作 他也成一名工厂的工人 从那时候开始 杭剧从百姓的生活中消失了 而且这一消失 失去了将近40年的时间 在走访中 我们采访了不少杭州本地的上岁数的老人 他们对杭剧也是十分陌生 杭剧啊 杭剧没听过 学姐听过 多点 我没听过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原先风华正茂的杭剧演员 如今已是双臂发白 再加上杭剧长时间的销声匿迹 几十年来没有传承和发展 如今会唱杭剧的艺人是越来越少 杭剧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杭剧又称武林调 从南宋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杭剧由两大传承曲牌 一个是杭州贪皇 继承了南宋宫廷音乐的特色 温婉柔媚 另一个是杭曲 高亢爽朗 2005年的时候 杭剧被列入了浙江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遺产名物 那么他其中的一些主要的老艺人 也分别被列为浙江省和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遺产保护的代表性传承人 之后杭州市政府专门出台了 关于保护和传承杭剧的若干意见 从政策上对杭剧进行大力扶持和保护 恢复了杭剧团 使整个杭剧它有一个生存的空间和有一个很好的载体 根据杭州市政府的要求 杭州市成立了杭州杭剧团和黄龙杭剧团两个专业的杭剧演出团体 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传承工作在脚踏实际的把它做出来 不过 虽然成立了专业的演出团体 但是招收专业的杭剧演员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毕竟杭剧已经停演三十多年了 很多老艺人已经无法再登台表演 在这种情况下 杭州市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 让乐剧团年轻的乐剧演员同时学习杭剧 也成为杭剧演员 我们只有请我们的老艺人 我们的老前辈们 一字一句的 口传声叫 勇 勇